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我的另外一个朋友就完全相反了 他刚结婚的时候年龄就已经到了30岁 在32岁的时候才生了第一个小孩 让他的事业也是陷入了低谷 等小孩长大了事业刚有进步的时候 让他们选择再要第二个小孩 但是他为了事业的发展 夫妻在商量之后就选择了放弃 其实女人到底应不应该生二胎 其实我们只需要考虑好两个问题就可以了 第一点就是现在社会高速的发展 物价也是飙升 造成现在想养一个小孩 是需要耗费很多的金钱和精力的 除了衣食住行 那教育花费也是一个很大的开支 如果想要生二胎 一定要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 判断是不是可以完全保证 两个小孩能够得到良好的教育 和富足的衣食住行 如果没有压力 那就可以考虑考虑生二胎 不然的话 你一定要慎重选择 如果到时候造成了入不敷出的局面 就会影响到家庭的和谐稳定 除了自己的生活 毕竟还要考虑到彼此父母的养老问题 如果生了二胎 不能好好的培养教育他 不能够保证他能够过上好的生活 那还不如不要二胎呢 那第二点呢 就是每一个职场女性在生小孩的时候 都必然会耽误自己的前途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去衡量 到底是我们的前途比较重要 还是生孩子比较重要呢 你要选择生小孩 那需要考虑的 如果因为生孩子耽误的事业 将来会不会后悔 毕竟机会只有那么多 错过了可能就没有了 另外每个人的精力也是有限的 如果放在家庭的生活当中 那么就无法顾忌工作 必须要有所舍弃 道理就是这样 只有舍弃了该舍弃的东西 才会获得相应的 所以啊 要不要生二胎 不能单纯的考虑自己想不想要 还要考虑自己的具体情况 理智的去评判自己各方面的条件 再去决定是选择事业呢 还是选择二胎 总之啊 作为职场女性 尽管这个选择是十分的艰难 第二胎最重要的呢 是有没有经济实力 但是呢 一定也要再三的问自己几遍 是不是自己已经考虑好了 就此就要放弃大好的事业 是否甘心 完完全全想清楚这两点之后呢 做过的选择才不会去后悔 才能够更好的去生活和工作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 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畅所预言的呢 都可以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